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黃偉哲市長 疫情期間在家上課 同學們不要忘了 一定要勤洗手 出門戴口罩 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 準備好了嗎 現在就跟著偉哲市長 一起學習有趣的線上課程吧 我們上課囉 小朋友我們上課囉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再次參與第一年級數學直播課程 我是麗娟老師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繪本是 夢想家的披風 請直播現場客串小朋友的二位老師和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我是一年級的一貞 大家好我是二年級的曾惠 好 那請 呃 線上的小朋友 你可以準備射子、剪刀 如果家中有六形六色的教具也可以拿出來 好 還有筆跟筆記簿 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顆快樂學習的心 好 大家還記得我們上次 繪本講到哪裡嗎 小兒子做披風 圓形的披風 很好 這是小兒子 他做出了圓形的披風 這每一個圓圈都代表他的一個夢想 他想要環遊世界的夢想 還有呢 做了四件披風 我們上次 也帶著小朋友們 一起來完成四件披風 大兒子的這件披風是用長方形布塊拼成的 那小兒子他做出了兩件披風 一開始是用正方形的布塊做成的 因為他手腳很快 所以他又做出了用三角形布塊拼成的一個披風 好 那在上次課程的最後 老師有帶著小朋友用色紙 當成布料來做出這四件 好那請我們直播現場的兩位小朋友來說說看 你上次的一個感受 很好玩啊 因為可以用很多圖形然後拼出各種不同的圖案 用一個圖形就可以拼出很多不同的圖案 而且這個圖案是很漂亮的 顏色很鮮豔的 因為用了各種不同的圖案 好 好 喔 真會我好像看到你做的那個風車好特別喔 好 好 來 那秀給我們線上的小朋友看看 哇 用三角形用各種不同的顏色做出 做出來的 好 這是上個禮拜 回家有認真做喔 很好 線上的小朋友 你也可以把你的作品像真會這樣子做出來 好 那接著我們回到畫面 好 一針 那在拼貼過程中你有什麼發現或是感受嗎 老師我覺得圓形的很難剪耶 圓形很難剪喔 對啊 你要把它剪成圓圓的就很難了 然後你還要把它黏起來那就更困難了 對 所以其實小兒子他其實在做這一件披風 他是花了很多的時間跟心力的 嗯 好 那 如果你是裁風師 你會罵這個小兒子嗎 他雖然做出了這一件 很漂亮可是不實用啊 不能交差啊 不能送貨啊 那這一 你會罵小兒子嗎 老師我會罵他 因為這個根本就很難做 然後還會露風 這樣子穿起來就不保暖了 齁 所以你如果裁風師你會罵他 對我會罵他 齁你覺得這個花很多時間 對 然後又不符合那個網址的要求 對啊 好來 真會呢 我不會罵他 因為我覺得他很有創意 那我想說 好 既然會漏風 那沒關係 我在後面補一塊布 喔 這樣就不會漏風了 喔 在後面整個補一塊布就不會漏風 可是 這樣有什麼缺點 會變很重 對 這一塊披風可能會很重 啊 也可能會 浪費很多布 他的成本就會增加齁 嗯 好OK來 那如果你是小兒子 嗯 你交出去了這件的一個作品 你希望家人怎麼對你啊 不要 讚美我啊 不要罵我啊 我會難過 對啊 大家很怕被罵對不對 所以不要被罵啊 對 你希望 欸 家人要讚美你對不對 畢竟你已經努力了齁 好 來 所以家人本來就是要彼此相愛啊 嗯 齁 你看裁風師從披風作品裡面 看見小 兒子心中的夢想 嗯 你知道嗎 他對小兒子說 好吧 你先去送貨 先把 這三件禮服 三件披風 先把他 欸 送貨給王子 然後回家之後 你就開始去準備環遊世界的物品 好 明天就可以出發去全世界旅行了 哇 好棒喔 對 小孩子聽得很開心 我也想去 好 真會也想去喔 好 等防疫疫情控制 你應該也有機會可以去齁 好 好 好 來 那當天晚上啊 那當天晚上啊 裁風師其實他心裡很難過 雖然他嘴巴答應讓小兒子去環遊世界 可是他心裡很捨不得 嗯 嗯 好 他會擔心他一個人出去外面 好 會受傷 會感冒啊 嗯 好 可能還會被人家欺負欸 好 所以這個裁風師他看著這一件很漂亮的圓形 披風 好 他真的是越看越覺得美麗跟很有創意 可是真的沒有辦法遮風避雨啊 嗯 好 他就一直在心裡在想 有什麼東西 可以讓小兒子帶著 可以去保護他 陪伴他的 來想想看 如果你是裁風師 你想要送給小兒子 什麼東西啊 我想要送他大行李箱 喔大行李箱 嗯 裝很多東西出去 好 裝很多東西 好 嗯 我要送他罐頭 讓他不會肚子餓 你要送他罐頭 不會肚子餓 對 可是你們兩個這個都很重欸 嗯 就他一邊旅行 都要一邊拿著很重的東西欸 嗯 嗯 還有沒有 有沒有想到什麼 小叮噹 哆啦A夢 喔 那不存在的東西欸 齁 來 曾經有小朋友跟我講說 他想要送給那個 那個小兒子信用卡 他會跟爸爸要信用卡 欸可是小朋友你們想一想 這是古時候欸 古時候哪有信用卡 欸 有沒有手機 喔 對 好來 那我們來接著看下去囉 好 裁風師到底會送什麼啊 突然他有一個好想法 好點子 他趕快小聲的去叫醒大兒子 跟小兒子 他決定和大兒子跟小兒子分工合作 要做一件披風 而這件披風是讓小兒子可以帶去環遊世界的 嗯 要叫醒大兒子跟惡兒子 喔對 大兒子跟惡兒子 對對對 老師剛剛有口誤又講錯 是要叫醒大兒子跟惡兒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 看一下這張圖 聰明的小朋友請仔細觀察 不要叫錯人欸 萬驚喜會變成 惡夢欸 喔 來 那大兒子跟惡兒子在哪裡啊 睡在哪裡啊 是後面角落 我知道惡兒子在哪裡 惡兒子在哪裡 惡兒子在哪裡 惡兒子是中間那一個 這個 因為他橘色頭髮 你認的是頭髮 對 喔很好 只有他是橘色頭髮 他是那個金黃色的頭髮 喔 好來 那接著 大兒子在最右邊的角落 在這個 因為小兒子的床旁邊有地圖 有沒有發現 他的床旁邊 這個是地圖欸 窗簾也是 喔窗簾 連這個窗簾都是欸 好 有沒有發現 所以其實 裁縫師要叫大兒子跟二兒子 是要叫這邊的 對 大兒子跟二兒子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 因為大兒子跟二兒子 他們都很想當裁縫師 嗯 雖然我們從這個畫面看不太清楚 我在猜這個 這個人物的畫像 搞不好就是裁縫師的一個畫像 嗯 而且搞不好是他爸爸的畫像 嗯 因為他想要長大就跟爸爸一樣大 有裁縫師 嗯 好 那老師在這邊 要提醒小朋友 我們閱讀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你可以欣賞這個文字描述 好 那你也可以尋找插圖裡面所隱藏的一個訊息 好 就像這個小兒子 他會用自己喜歡的物品來佈置環境 嗯 他想要去環遊世界 所以他的環境裡面就會有世界地圖 嗯 好 那接著老師 再請線上的小朋友來想一想看 這三位 爸爸 這三位 就是裁縫師 爸爸 大兒子跟二兒子 他們三個人 要怎樣分工 來完成一件披風啊 只有一個晚上 而且已經半夜了耶 還真會說什麼 有人可以剪 然後有人可以縫 哦 要分工啊 是的 來 這時候呢 大兒子先將圓形披風上的 一個一個圓形布塊先把它剪下來 嗯 哦 然後裁縫師就負責 將這個圓形布塊上面 的那個布塊把它修剪成 六邊形的一個布塊 嗯 那 接著二兒子馬上接手 把六邊形的布塊一個一個的縫在一起 嗯 就這樣一直做一直做 嗯 因為這都是充滿家人的愛 太陽升起時 三位裁縫師就合力完成了一件又漂亮又堅固的披風 哦 好厲害哦 好強 對 然後就把它送給小兒子 來說說看 如果你是小兒子哦 你收到這件披風的時候 你心裡有什麼感受啊 我會很感動會想要哭 你很感動會想要哭 嗯 我覺得我很幸福 因為我可以帶著大家的 嗯 愛心跟祝福一起去環遊世界 對 所以每當你看到這件披風的時候 是不是就會想起爸爸 對 想起哥哥 好 對你的愛 嗯 好 來 老師也會很感動 好 可是這時候呢 老師除了很感動之外 我還要很想要知道說 爸爸怎麼 爸爸跟哥哥怎麼那麼厲害 嗯 怎麼樣把圓形的布塊可以剪成六邊形的布塊啊 嗯 嗯 啊這個問題 留給線上的小朋友 你慢慢的思想 嗯 好 因為我們今天還有其他的一個流程 好 那 大家想看這件 家人愛的披風嗎 想 在這裡 在這裡 在哪裡 好小喔 看不清楚 好來 為了鼓勵大家 所以老師把它放大 叮咚 哇 好漂亮喔 很漂亮喔 有各種顏色 對啊 然後這個就是六邊形 六邊形就是有六個邊 嗯 好來 那 故事結束了 可是學習還沒有結束喔 好 仔細觀察我們生活的周遭 有哪些 是以形狀拼排 設計出來的圖案啊 小朋友 來 上看看 下看看 左看看 右看看 天花板 天花板 棋盤 棋盤啊 西洋棋的棋盤 它就是以正方形的一個形狀 來拼排設計的 好 還有沒有 還有啊 這是什麼 瓷瓣 瓷瓣 好 嗯 像這個也是用正方形的 只是它裡面的圖案又不一樣 嗯 好 那接著這個呢 布 布喔 或是那個桌巾的一個花 花樣都有 三角形 它是以三角形很好 一針很認真 很好 來 那這個呢 嗯 那是 這個是 四邊形 喔 四邊形 平形四邊形 平形四邊形 好 這個我們在七橋板那一節課裡面 有介紹像這樣的形狀 叫做平形四邊形 好 好 還有這個 六邊形 蜂窩 喔 蜂窩 對 也有這樣子也是可以拼排出來的 好 很好 來 那接著老師要小小考大家了 這邊有這幾種形狀 這三角形 這個是 五邊形 六邊形 這個是 平形四邊形 好 可以用 這些形狀分別喔 一個緊接著一個拼出沒有縫隙的圖案嗎 都可以啊 都可以 都可以 看起來都可以 好理由是什麼 看起來 因為他們 都 都不是圓形啊 所以應該都可以吧 喔 只有圓形不行 圓形會有洞洞 啊你們覺得這些都可以 那我們來 我們要講求證據 我們真正來做做看 好 來老師做給你們看 這樣可以嗎 可以 可以啊 它可以一個接著一個 啊也可以拼出沒有縫隙的圖案 嗯 好啊來 接著我們來看第二個圖案 這一個 可以嗎 可以啊 喔 欸 它有縫隙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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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像不可以 所以它要搭配其他的形狀 嗯 它如果單獨只有它是不行的 嗯 好那你們再猜猜看 這個喔可能不行喔 還是可以 可以啊 當然有啊 很好 小兒子的披風就是 很好喔 彥如很認真 很好來 這個 拼出來就像這樣 就是小兒子的拼 的披風 好那你看 其實王子也很聰明 為什麼 你看如果只有一種顏色 好看嗎 不好看 不好看 比較單調 對很單調 所以王子他在訂貨的時候 他說他要有多種顏色 嗯 這樣才會很漂亮 好 那最後這個 平行四邊行 可以嗎 可以 嗯 好 那接著我們今天的故事到這裡 我們要進我們的操作課程 好 要想辦法用多種圖形來組合 好 啊沒有縫隙的一個接著一個 好 來我們先思想一下 正方形和常方形 可以拼出沒有縫隙的圖案嗎 可以 可以嗎 我們等一下證據要做做看喔 好 好來 那長方形跟三角形呢 你們覺得可以嗎 嗯 不知道 試試看 好試試看 很好 那再來 六邊形 好 就是那個 呃 披風的那個 形狀 可以和其他形狀配在一起嗎 好 我們請現場的 三位小朋友準備喔 好 準備來 把你的作品 跟我們線上的小朋友來分享 好 誰要先分享啊 這是正方形跟 長方形 可以把平面鋪滿 好 這是那個真會的作品 好 來 還有呢 老師這是我排的 也是正方形跟長方形 好 這是正方形 對 好 然後東間你又用了 長方形 長方形 好很好 這兩種都可以 可以 好 耶 那 長方形跟三角形呢 也可以 長方形跟三角形 好 來 這個是三角形 這個是 長方形 好 真問你的說說看你是怎麼 想要這樣子拼的 因為我剛剛做 正方形跟長方形的時候 發現只要正方形就是可以把它拼滿 拼正方形跟長方形就可以 那我現在要把變成三角形 我就把兩個三角形又變成一個正方形 他就一樣可以拼滿的 好 現在小朋友你有聽懂嗎 剛剛真會的意思他是說 這兩個其實拼起來就是一個正方形 好 這個我們其實剛剛就 就拼過了 好我們來 分享一下 有沒有發現剛剛就是正方形跟長方形 他這樣子就可以拼成一個沒有縫隙的圖案 好 也可以一直拼下去 所以他就利用這個 他只是把這個正方形 變成兩個三角形 很好 真會很聰明 謝謝 還有嗎 好來 這是一針的 對我剛剛偷看姐姐的做法 因為這兩個三角形 有點難拼 對啊 好 他的長度有點難拼 所以他學習了剛剛那個真會的拼法 對 然後他把它翻 翻一下 本來是這個樣子 把它旋轉一下 把它旋轉一下 所以就變成這樣的組合 對 也很棒 好 很好 兩位小朋友都很好 來 那接著我們來試試看喔 六邊形 像這樣子的叫做六邊形 來我們請真會數給大家看 是不是真的有六個邊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所以是六個邊 真的也是六個邊 像這樣子叫做 六邊形 好那六邊形可以和其他的形狀配在一起嗎 可以 好來 可以試試看 可以試試看喔 來誰要先 誰要先 老師我先 好來 我做了三個 我們先把東西擺好 不要緊張 來 這樣可以嗎 好 OK 來慢慢說 老師我都 我做了三個 那第一個是這個 好 它很像是星星 好 裡面有星星的圖案 好 你先把它拆開給大家看 小朋友有沒有看到 它中間是六邊形 很好 然後第二層是三角形 好先把三角形往上 好 拼起來就會像星星了 喔很好 像星星 可是你看這邊 還是有洞 還是有縫縫 對 所以它要去找了 平行四邊形 好 它就去找了平行四邊形 然後把它拼起來 就變成一個大的 六邊形了 好小朋友你有沒有發現 它本來 只是一個小小的 嗯 然後加了各種不同形狀的一個橋板 它最後變成一個更大的 六邊形 好這是 一幀第一個作品 對 喔一幀才做第二個 對 第二個比較簡單 就是中間一樣是六邊形 然後第二層我加了這個 好 一年級之前的課程有教過 它叫做梯形 好 喔好 是我教她的 喔好 姐姐教我的 喔好很好 姐姐很棒好 這麼厲害 好 然後把它拼起來 又是一個大的 六邊形 很好 你會發現這個是 小的一個六邊形 好 這個拼出來之後是一個 更大的一個六邊形 好來 第三組 第三組的話 就是 中間一樣是六邊形 然後我用不同顏色的 平行四邊形 然後把它拼起來 就一樣又會變成一個 更大的六邊形 很好 好 這個用了 兩種元件 這個也是兩個 兩種元件 這個是一樣的 對 用了三種 好 來 小朋友很特別喔 你看它是一個大的六邊形 它也是 中間都是 對 我們現在請真會 這三個 等一下 這三個可以湊在一起嗎 可以啊 三個 因為它通通都是六邊形 所以一定是可以湊在一起的 好 好 我們來看看真會的巧手有沒有辦法 哇 哇 有沒有辦法 可以啊 所以同樣的你如果做出另外一個六邊形 還可以繼續 對 很好的一個分享 好 來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真會的一個分享 好 真會做什麼啊 沒有 我想說我要找一個元件 然後讓它可以重複的複製 重複的做 那就可以也是把整個平面通通鋪滿 然後我的元件是用 因為要兩個圖形 所以我用的是 嗯 六邊形 那另外一個就是四邊形 就是說平行四邊形 好 你說你先做出一個這個 嗯 然後我要把這個組起來 好 那是要最基本 我們看真會 來表演它的一個想法 喔 哇 用這些小元件 然後不斷的做就可以 這邊把它用好一下 小朋友你有看清楚嗎 真會的方法 其實就是一針剛剛做的那個的延伸 嗯 你有沒有發現其實 透過這樣的方式 他可以把它做一個沒有縫隙的一個拼牌 嗯 我們請真會再做一次 先把它分開 好 小朋友你有看清楚嗎 對 對 他先把它做成一個小元件 對 他先把它做成一個小元件 他的小元件就是 由一個六邊形 跟六個平行四邊形 嗯 組成這樣子 嗯 好 那接著呢 他就這個小元件再組成一個沒有縫隙的一個圖案 好 這兩個我們先組起來 好 嗯 嗯 就是用這樣子也可以做一件 可以擋風遮雨的披風啊 都沒有縫隙 嗯 對 好 那這個再把它放過來 也是一樣 啊 所以小朋友你如果發現一些比較複雜的沒有縫隙的一個圖案 你也可以試著去找找看他的一個最小的一個元件是什麼 嗯 好 好來 那我們現在先 嗯 進到最後的喔 他們 三位小朋友 他們要用七橋板 嘿 來做一件更大的一個披風 好 來 哇 七橋板 打開 老師要等我們一下 喔好 線上小朋友慢慢的等他們 來 真會一邊做一邊說你的想法 我的想法就是要先把它 只要是正方形就一定是可以把 平面鋪滿的 所以我就是要把 七橋板把它組成一個正方形 好這樣子是一個正方形 嗯 他要用這樣子的一個元件來把它組成 好很好 好 再來呢 小朋友有沒有發現 這其實他的基本就是一個正方形的概念 好 兩個 一樣可以做成沒有縫隙的 好 三個 好 我們給 呃 直播現場的三位小朋友 一些時間來完成 好 線上的小朋友 你欣賞了 呃我們的影片之後 你有空的時候也可以利用色紙 完成 類似的作品 然後再幫你的作品上傳 跟老師們來分享 好 好我們再做這樣一個就好了 好 這樣也可以變成一個布啊 一塊布 對 好來我們請一針來把它轉過來 好 再把它轉過來 轉過來 轉過來 喔 轉過來 沒關係 這個一樣可以跟家人一起玩喔 高年級的哥哥姐姐 好 一樣可以幫低年級的小朋友來做 好 這個披風變大了喔 喔 披風變大了 小朋友你有看到嗎 好 這樣子 一樣 喔 他可以做成一個沒有縫隙的一個圖案 那他的基本的一個還是用正方形 他去拼牌的 對 好 那我想要考現場的小朋友 可有沒有辦法用一個三角形啊 三角形 OK嗎 只用三角形 對很好 喔 很好 來 你看 要怎麼做 通通把它變三角形 對 通通把它變三角形 然後呢 對 然後 然後 你可以變這樣 嗯 現在 我們示範的是用三角形 把它變成 一件 沒有縫隙的一個圖案喔 好 很好 上來 這個 對 哇 你們實在太棒了 很好 我們的披風漂亮嗎 有沒有發現 這是一件很有特色的一個披風 它的圓件就是一個大三角形 嗯 小朋友有沒有發現 這邊三角形 對 三角形 三角形 好 那我考一下 現場的三位小朋友 這邊如果接下來要放 要放什麼的圖案 要放這個的 很好 就是放 很好 非常棒 然後我們的一年級的一針好棒 耶 好 OK 好 來 小朋友很棒 你們可以繼續在家裡進行 那老師有一些創意圖形 跟大家分享 像這樣 好漂亮 哇 對 這個是那個 小朋友做的 用六形六色的一個教具做成的 一直 一直把它完成往外擴展 還有像這樣 好 這看起來是不是像會動的一個圖案 對 很好 你看它 最裡面這裡 它其實 都是 都是一個那個 六邊形開始的 最裡面那邊 好 接著像這樣 這個是一個創意的作品 小朋友可以自己嘗試 好 那如果說你在家裡沒有六形六色的教具 也沒有關係啊 你可以準備用射紙 剪刀 好 膠帶或是膠水 好 你可以選擇一種圖案 好 你先把它裁剪下來 這個圖案 可能是正方形 長方形 三角形 或是六邊形 你先把它製作出來 好 然後 再想辦法把它拼合在一起 就像 上一次跟這一次 老師們所示範的 所帶小朋友所進行的活動 好 好 那老師也很期待 呃 線上的小朋友可以跟我們分享你的作品 好 我們的連結呢 就會在那個說明欄的一個部分 好 你可以連結上去 好 那我們的今天的課程就到這裡 好 帶著大家欣賞數學裡面 呃 請跟著老師 一起來做護眼操吧 首先 拿出你的食指 我們先來按壓 上眼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接著 按壓你的鼻梁 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再來是下眼窩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然後是太陽穴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接著 把食指拱起來 我們來按壓 上眼筐 一 二 三 四 五 五 六 七 八 再來是下眼筐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最後 請伸出你的食指和大拇指 我們一起來按壓耳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再來是耳垂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我們的護眼槽結束囉 六 八 七 六 八 八 八